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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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多年來 我經過汐止 N次以上 親自見證了汐止的進步 過去容易淹水的地方 實在說也因為 原三子這個分鴻改善來了 另外這十幾年來 政府不分黨派 對汐止活不下了很大的怒哭 馬總統97年5月20號就任 11月就把可行性的計畫就不定了 99年3月這個規劃設計也完成 那麼一年多一點今天多過 那預定600日立天完成了 新北市是一個大幅發展中的都市 但是它面積很大 人口很多 過去因為是一個縣 所以財政的狀況不是很明顯 需要中央多給它幫忙 這個縣關係到新北市又關係到基隆市 那跟台北市也有關聯 這是北台灣非常重要的交通線 我期待開工也如酒漢之旺乾淋 我再謝謝我們地方上大家的合作 現在總統是非常關注民生 關注交通 關注社會的和諧跟建制 諸市長有經營 新北市市政的破話周詳 而且它有非常強的使命感 也一定要把全台灣全國最大的一個直轄市 希望能夠帶領的更快 走的更好 那我覺得我們行政院 基於配合地方民意的要求 配合朱市長 銳意心可 全力推動建設的這種 志向跟決心 我們應該克服很多技術上的問題 克服裁員調度上的問題 能夠早日讓新北市的建設 再往前大大的邁進 在這裡謝謝大家的合作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這個工程順利提早完工 謝謝